《新一千零夜》每天一个小故事 今天我们讲五妹娘 文学是可以改变一个人命运的 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五妹娘了 她有两个老公 唐太宗李世民在她二十六岁的时候去世 本来她已经当尼姑了 没想到就用一手小琴师打动了太子李治 也是新登基的皇上唐高宗 然后就又重新旧情复燃 在世里怀孕,再接回宫 然后再慢慢地干掉王皇后肖淑妃 变成二圣 然后在李治死掉以后 慢慢成为中国唯一的女皇帝 很厉害 而且在李世民在世的时候 就已经宫里宫外 民间都在传说 有一个女主武王 李世民还特意去找太子令李淳锋占卜 占卜的结果叫做女主昌 怎么办 李世民很头疼 然后就去找这个可能会当上皇帝的 唐三代之后 女主武王帝有天下 这个就有一个渊死鬼啊 叫吕军县 吕军县这个人是来自河北武安县 然后封武连县宫 职位是左武卫将军 守玄武门 然后这里面就有四个武 非常犯忌讳 玄武门又很重要 李世民就是靠发动玄武门兵变 杀掉两兄弟当上这个皇帝的 然后有一次他们开party 行酒令 叫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小名 到了这个李军县的时候 他说自己的小名 大家的哄唐大笑 他的小名叫五娘子 一个伟娘 一下就有五个五 唐太宗李世民当时哈哈一笑啊 事后找个机会就把他给杀掉了 来以为这个事情就了了嘛 是没想到这个 还有一个五妹娘 五妹娘是非常猛的啊 说以前在这个 跟李世民做财任的时候 李世民有一匹猎马 叫狮子冲 他的巡服不了 武则天就说啊 五妹娘说 只要给我三件东西 我就可以巡服他 哪三件呢 一个是铁鞭 先拿铁鞭抽 这匹马不服的话 再给我拿铁锅砸他的头 依然不服的话 就给我一把匕首 捅死他 呵呵呵呵呵 狠狠啊 非常狠 这是武则天 老年的时候自己回忆 回忆当年跟太宗的去世 真实的 当时太宗就说 壮旗子啊 太厉害了 武则天 小时候就是一个不爱红装 爱武装的 他爹呢 武士曰 大唐的开国功臣啊 封在 这个做 荔州都督 就是现在的四川广源 军区司令 他相当于就是在军中长大的啊 他是在四川广源出生的 这里面就有争议 有好多人都以为他是 山西 山西人 不是的啊 他父母是山西人 但是他父母到四川广源 来做官 经常去广源的这个黄泽市里面上乡 然后有一天 在黄泽市南边的黑龙坛上的船上的时候 赶运生下了武则天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诗为证啊 唐朝的著名诗人李商隐写了一首 《荔州江坛座》 给李商隐去四川嘛 他写过一个什么《业语记北》 就是《八三业语时》 那个四川写的嘛 他去四川工作 那么就会经过广源 瞻仰的名胜古迹 就到这个黑龙坛 那时候叫江坛 看武则天的那个出生的地方去瞻仰 他写了这么一首诗 有诗为证的啊 而且中国只有这么唯一的一个历史悠久的 武则天词的这个黄泽市 就在四川广源市 所以他在那里出生的 然后又在军中长大 既已闻、能闻、能我 又写的一首好书法 可以善作诗 还能骑涩 所以他才会在唐太宗面前 能够那么猛啊 经常陪伴唐太宗 他是怎么被唐太宗招进宫的呢 这里面有一点渊源啊 他其实跟唐太宗李世民 是有一点亲戚关系的 他爹武士曰 寒门出生 本来是一个木材商 很有钱 跟李渊以前是旧死好朋友 李渊 造反的时候 还有点害怕 这个他爹武士曰 不仅把钱全部拿出来啊 而且还送给李渊一部兵书 说我昨天梦见啊 梦见你骑的马 冲上天 说明你是天子之命 这李渊就胆子大了啊 就相信了 就起来造反 然后 武士曰还做了他的后勤总管 开国以后也是一个开国公啊 但毕竟在那个年代 商人啊 不像现在 你是资本家了 你是大big boss 但是那个年代 靠出钱的这种管后勤的 被人家这种官农贵族 建功立业的 根本就瞧不起寒门出生啊 然后 他爹呢 一开始 生了两个儿子 然后 这个 发妻就病故了 这个时候李渊 为了照顾他 把他的那个身份提高一点 提高到这种 贵族啊 半个贵族 所以就李渊 唐高主李渊 来做这个媒 把前朝宗使 杨达的女儿 嫁给了武士曰 而且是李世民的姐姐贵阳公主 来做主持人 啊 举行婚礼 你想想那时候李世民可能都参加这个婚礼啊 然后 武士曰和这个杨氏也是一个大美女啊 大美人 是属于红隆杨氏的贵族出生 生了三个女儿 都非常漂亮 武士曰本人也是一个大帅哥 史书上有记载的 杨氏又是一个大美女 然后生下的三个女儿 都非常漂亮 尤其是二女儿 就是武则天武媚娘 为什么叫媚娘呢 是因为 就是 武士曰死掉以后啊 很早就死了 然后他的两个哥哥 就欺负他们母女四个 都是大美人 然后呢 就跑到长安去 所以投靠杨家的亲戚啊 大概十二岁的时候 跑到长安去了 离开四川啊 那这些长安的这些贵妇里面 大家经常会有各种八卦 叫武二妹呢 在那里很快就建立了名声啊 肯定很活泼 然后长得又特别漂亮 很快就传到唐玄宗的耳朵里面去啊 就唐太宗的耳朵里面去啊 因为唐太宗有一个妃子杨妃啊 就跟武则天 他妈是亲戚来着啊 所以很快就传到唐太宗耳朵里面去了 太宗闻其美 十四岁把她招入宫中 封为财人 又赐号妹 这个妹子唐太宗给她取的名字 可以想见武妹娘 是非常妩媚的 狐媚的一个女人 可以把唐太宗给迷的这样 唐太宗这个时候四十岁 慕则天十四岁啊 唐太宗刚好跟她感情很深的发妻 这个长孙皇后病逝一年多 郁郁寡欢 所以这个时候武则天进宫 天真活泼 少女可能给她带来很多欢乐 那武则天在她身边做了十二年才人啊 很多人就觉得唐太宗可能不是很宠爱她 不是这样的啊 因为做财人呢 李世民经常把她叫在身边 相当于同时是女官 也是自己的侍妾 如果把她封为结余造仪 结余造仪呢 你就得到后宫去 住在那里 只有我到后宫去 或者我召你来才有灵性 其实这样子的话 你就跟后宫的嫔妃竞争太激烈了 还很容易被人家搞死啊 你没有什么后台嘛 孤儿寡女的 所以就在我身边做一个财人 经常给我笔墨伺候 然后累了的时候 就可以一手就揽过来啊 抱到怀里面 就是这样子 乐一乐 所以其实李世民应该是很宠爱她的 十二年都留在自己身边 也因此呢 五妹娘可以从李世民那里啊 直接学到很多帝王术 以及了解整个大唐、江山、朝廷内外的这些事情 他从十二岁到十四岁到二十六岁 这围才十二年里面 他几乎了如指掌啊 李世民可能也顶了很多压力 他没有杀她 就为了那一个什么女主武王这个谣传 李世民要是多疑啊 或者是不宠爱她 杀她一如反掌对吧 你也是个小蚂蚁似的 没有杀她 那么后来 李世民这个人短命啊 才五十一岁 他为什么死呢? 死得这么早呢? 他都因为 替清真高勾立 他的表书 隋煬帝杨广 曾经三真高勾立都失败了 李世民可能晚年呢 浩大喜功 他想啊 自己来 肯定比表书厉害 所以清真 你想从长安到平壤 这个多远了 车马劳顿啊 去一年半载 也是在这一期间 他就命太子李治坚国 然后结果 没想到李世民去打高勾立 也失败了 那肯定受到很大的挫折 也极大的 伤害了自己的这种威严 他心里可能过不去 郁郁寡欢 就生病了 住在中南山的翠薇宫 他也不回皇宫去 这个时候呢 五妹娘依然在身边服侍伺候 对吧? 然后要召太子李治到翠薇宫来 耳庭灭命 告诉你 相当于做个培训 知道我十日无多了 给你做培训 以后怎么当帝王 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啊 也有可能在李治坚国 那一年多时间 可能就跟五妹娘好上了 哈哈哈哈 为什么呢? 因为李世民虽然大五妹娘 二十六岁啊 像妇女 但实际上 五妹娘只大李治 四岁 李治做太子的时候才十六岁 五妹娘二十岁啊 李治也是很小的时候啊 母亲就去世 那么五妹娘老爸去世 她小时候在宫里面 经常看到五妹娘 在父亲身边 父皇身边 和大姐姐 她可能就有这个少年的那种 情窦初开 我估计可能就是在五妹娘身上 大姐姐 然后当自己变成一个花季少年的时候 然后五妹娘又从一个大姐姐 变成了一个淑女 对她非常有吸引力 那五妹娘呢 可能就留了这么一手啊 因为李世民去世的时候 自己要当尼姑嘛 哈哈 等留这么一手 没有身任何 怀上任何农事啊 留了这么一手 反正不管啊 不管他们 反正他就跟李治好上了 可能就是太子监国那一年 也可能在李世民住在中南山崔薇宫的时候养病啊 可能就去借更衣所的那种机会 两个就干财烈火 五妹娘呢 可能穿的就是一个石榴裙 石榴裙在唐朝的时候非常风靡 在那些富贵、富富的这种、金城的这种女人圈子里面非常流行 并不一定是揽上石榴花的那种红裙子啊 它可能就是石榴红那种大红裙子 穿上去非常的艳丽、俏丽、让人看了春心萌动 可能李治看到 五妹娘那一天特意穿出来的这个石榴裙 可能是受不了了啊 可能在更衣室里面 然后就有那种激情啊 云语一番 呵呵呵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石榴裙非常关键啊 让我们想起后世的克林顿和莱文斯基 反正 五妹娘就把这个石榴裙一直收藏着鸭香底的宝贝 在李世民去世之后啊 然后他就去赶叶市当尼姑 和所有那些没有怀上龙氏的这些宫女 嫔妃一样都要去赶叶市当尼姑 这是主制 也是李世民下的这个使命令遗诏啊 唉 本来都以为没戏了 结果 在第一年 李世民的忌日 然后唐高宗李治就去赶叶市上乡 然后武则天就写了这么一首《小诗无意娘》 叫人偷偷塞纸条 塞到唐高宗李治的手里 看诸臣臂 诗纷纷 憔悴之离 魏义君 不幸 必来长下泪 开香念去石榴裙 就说 唉 我非常的想念你啊 想念的什么程度呢 就是那个石榴裙的这个红色啊 我天天拿出来看啊 看到它就像想起了李治你啊 一直憔悴到什么情况啊 憔悴到都把这个红色都已经看成绿色了 呵呵呵 然后天天都落泪流眼泪啊 一滴一滴地打在这个石榴裙上面 啊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跟我一起去啊 到李窝 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开 看看这个石榴裙上是不是这样 石榴裙上都有些什么东西 呵呵呵 所以一下就把这个李治的旧旗给复燃了啊 那肯定就要再隐语一番 然后完了以后啊 就安置别院对吧 然后再经常优惠 然后又怀上运 无一只贵 在名正言顺地接回宫 然后武则天终于重新登上历史舞台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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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